北京时间8月4日,就在许多球队的球员还在度假时,哈登和球队新巨头保罗却已经如交四期的合恋了,此前共同观看了夏季联赛,而前几日更是一起打了场德鲁联赛并拿下胜利,而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则调侃称,他们整个夏天都在一起,干什么都不分开,这难以置信。 实际上德安东尼说的一点不夸张,前几日还有球迷创在休斯顿夜店看到了哈登和保罗的身影,而今天休斯顿纪事报则爆料称,哈登经常带保罗夜店狂嗨,但他对保罗总是提前离场很不理解,毕竟哈登向来都是一嗨到底,实际上在快船期间保罗并不经常逛夜店,反而格里芬和小乔丹成了夜店小王子。 属于训练的两人,让保罗很反感,而此时哈登对夜店的钟情更高于格里芬,否则也不会有那个让人羡慕的大度难。 甚至一家夜店还退役了哈登的13号球衣做招牌。 当然保罗和哈登的关系也是好到不行,并不会因此而真的生气。 同时该媒体称保罗提前离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,他是有家世的人,老婆孩子等他回家。 而哈登则不然,孤家寡人一个,想怎么玩就这么晚,完全不必拘束。 毕竟他才28岁,而保罗马上33岁了。 不过这样的差别和原因,一心只想找大屁股的哈登,怕是也不明白。 当然一些球迷也担心,哈登千万别带坏了,有家世的保罗。 否则这罪过就大了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 谢谢大家